謝謝主席 我們請署長 沈署長 請沈署長 沈委員您好 沈署長您好 六親擴廠的問題 吵得沸沸揚揚 我想 六親四點六期呢 被火絕了嗎 那他 沒有 他否決只是要刪除結論的一個身符被否決 並不是六親的四點七期的 現在還要在審查中嗎 他的那個方向清 一二廠一二廠即本乙溪一二三廠 另外還有合成的分廠即促酸廠 這本二甲酸廠等等呢 主要是改變他的製程 送環境差異分析 在審查中嗎 四點六期 四點六期嘛 那四點七期呢 他目前是通過了嘛 是不是 那麼四點七期他的環境差異已經通過 但是呢他的台塑提出一個附帶這個結論對不對 要再做身符嘛 是 他的爭議點是環評會要求將燃燒塔 油漆粉 油漆的這個土布 冷卻水塔 還有除草清洗 以及稅修作業等五期排放量 納入計算 那麼連排放量呢 他是一千四百噸 一千四百噸對 的VOC嘛 這五項 那高達六清核定連排放量的四千三百零二噸的三層 三層喔 那台塑政府要撤銷附帶決議 不納入這個計算 那個審查結論不是負貸決議 撤銷附帶決議啊 他是審查結論啦 那九比六的負義被否決掉啦 所以呢 四點六期 現在工廠變成擴大的案子啦 這次的變更規模已經超過這些工廠原規模的百分之十以上 照理講 該要重新做環評 但是呢 整個第四期第六次的變更 讓變更的規模整個第四期跟第四期相比較呢 當然是少於百分之十 因此需要環境差異分析 不需要環評 環境差異分析就是環評的一種 不是不需要環評 我想可能不要那麼會 比較 他就是環評的一部分 比較不那麼嚴格啊 一樣很嚴格的 台數都是規避環評嘛 他現在用環境差異分析來做 否則的話他怎麼把這個台數一案變成兩案呢 對不對 他這個一案他本來是要超過百分之十以上的 本來就是要做環評 可是他就把它拆成兩案啊 像您報告他這個拆成兩案 他加加一起來還是沒有超過百分之十 是嗎 是 你報告裡頭有沒有顯示這個部分 我們都會計算的啦 對 那麼他的台數三四期改變都都還沒有完成喔 對不對 他以前說要要隱落要要改變的 結果呢他花了小錢就不影響新的環評呢 環評提出是不是這樣 署長 那我想他每一次的差異分析我們都會核對他的一些就是 是在環評法上應該做的動作的規定 符合的我們才會去審查 不符合我們不會去審查的 第二個在審查的過程裡面 我們還是會在站在環保的角度 做應該有的要求 我想在六七四點七七就是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所以才引起他的身負 要求刪除我們的結論 那當年齁通過六七第四期計畫的環評中 是否已經明確的出現說 第六次跟第七次變更的內容 如果沒有當初通過四期根本是空白授權嘛 把環境使用的權力沒有明確的這個計畫出來 就劃圈五賞撥給台數公司 基本上是土地廠商啦 並且違反行政程序的基本法原則 VOC來說的話 VOC就是VOC 所以我們講得很清楚 VOC能排放的就是4302 這不是公白授權 是很明確的一個數字 他已經超過他的整個的 4000多少的三成了嘛 他就是不能超過 超過的話 我想我們地方政府會幫他很清楚的核算 到底有沒有超過 然後他有權採取必要的動作 那給中央有六個月 下個會起會 我們希望呢 署長什麼方法 原則 政策 來表示說這塊 什麼時候可以提出修法的版本 環評要求各項的這個 落實管理兩大政策 修法是這樣 我們還會向醫院裡報告 然後請醫院裡面做一個 你們什麼時候可以 六個月以內可以完成嗎 還沒有時程 都還沒有時程 因為是不是要這樣做 剛才講的 希望齁 都還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來完成啦 是 那麼六 六親的4.7期環評深附的 遭到火決議案 沈署長 你堅守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的首長立場 在這裡捍衛環評結論 加以這個免利跟肯定 謝謝 本席呢 要在本委員會公開譴責經濟部工業局 他網顧行政倫理 倫理的那個法治權責 動載要求譴責中央環境主管機關 公然替特定公司預設立場護航 我想這也不能怪他們 因為制度使然嘛 因為制度使然 我今天會議提出決議 要譴責經濟部的這個工業局 我想我們在整個六親的這個部分 像剛剛也有委員說 一近靠近那個空氣污染的程度 真的是非常非常嚴重 我在這裡真的是替那些居民捏把冷汗 那剛剛以你們報告跟委員質詢的結果 你們各部會好像很少有這個橫向的聯繫 各做各的 那麼這個部會報告的 跟那個部會報告的又不一樣 而且這跟這邊報告的你們不知道 那邊報告的他不知道 所以這個這個署長 你將來要管的是 是一個環境資源部啊 是 希望你能夠負起這個這個責任 橫向的聯繫 我覺得非常重要 是 我想橫向聯繫是需要的 不過每個部會還是有自己的管理目的 不是你們剛剛被執行的 我看不同的統計的方式 我看一聽的話 就知道你們橫向聯繫根本很少在聯絡嘛 所以各部會各報 各各個報自己的的例子而已啊 那麼蕭里希的問題啊 尤達跟華印排出的水 他是有 他的涉水百分之九十二嘛 蕭里希的水量是百分之二十 那麼蕭里希原本是飲用水體 環評要求改變這個排放這個排放口 桃園縣政府呢 都是都不合法變更許可 華印跟友達 那麼 二月十七號 經濟部把蕭里希引用水水體取消了 桃園縣政府在三月又發出排放 可以給友達跟華印來許可 結果呢 他那個夢 夢是吧 那個金字旁在一個夢子的夢 高過於陸地地面水體保護人體的健康環境基準 這個署長 某是環境背景的不是工廠的污染 對 我知道 是環境基準嘛 對對 不是環境背景 人體健康的環境基準 產生的不是從污染源排放出來的 那蕭里希在桃園 他的下雨是在新竹喔 是 那環評要求改變那個老街西 都在桃園境內 你說這樣子 他這樣子公平嗎 是 我們以當時的情境來評估的話 當時的專案小組啊 也認為說 如果要改排的話 應該是排到老街西 是一個對環境影響衝擊最少的地方 對 那當時的假設 當時的假設是蕭里希的水 要作為引用水源 做自來水源 但是後來 經濟部說 不作為自來水源之後 他的這個環境影響的差異就很大了 所以 就符合原來的環評結論 因此我們從法的角度跟實質的角度 其實蕭里希這兩個公司的話 排放那個廢水已經排放多年了啦 你們那個自來水公司才改為臨時的取水口來應應嘛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臨時的改變這種蕭里希的飲用水 兩家公司繼續排放到蕭里希 這個是扁墨導致嘛 對不對 你們中央 中央說不能 要改變排到這個老街西 結果呢 他還是 現在政府還是 武動於中 還是照他的這個 情況來執行 就是 到底要用鳳山西的水貨消理 是水公司他們去決定的 工廠的所在地 永遠不等於是工廠污染級範圍啦 這是環境保護工作上的基本常識嘛 對不對 你不一定說你這邊不可能嘛 台灣這麼小你這條河流不可能就只有在一個縣市啊 一定會為了假線 許可以線要受害 這種事情 這種事情的發生齁 我覺得 我們經濟部跟環保署齁齁 應該要互相來 來來來來 來處理 那地方政府如果說 他不願意配合的話 這有什麼法則可以來 來處理 這個東西就是根據地上制度法 或者是其他中央代管的權力下去 那你們中央 那你看現在桃園縣這樣 你們中央一點辦法都沒有啊 這三個目的要同時達成 就是保障飲用水的安全 灌溉水的水質的需要 你剛剛在報告中就說 這三個啊 是這我們大家共同要追求 能夠山營的 慢慢的引導他們要 那目前的方式 基本方式就是一個山營的解決方式 什麼是山營 你現在他們的飲水 就是你既然需要保障飲用水的安全 也要保障這個灌溉水的水質標準 也要讓他們的這個經濟發展 那這個時候呢 他的一個山營的方法 但我們希望現在山營不夠 還要桃園跟新竹多營的話 那應該還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但這已經不實在 那你身為一個環保署長 這個要怎麼處理 怎麼處理才會三營嘛 我們不只要三營 我們還要五營 我們還要五營 你不要越講越多啦 你三營都做不到還要五營 你地方政府都不聽你的啊 桃園跟新竹之間啊 還有他們的不同的看法 這不同的看法 如果取得他們的雙營啊 我覺得當然是我們還要努力的地方 你剛剛說三營還要五營啊 我看你那你要什麼時候才做得到三營五營 當然後面這兩個是比較困難的 我們需要進去再努力的去做一些協商的工作 你協商工作你根本沒有去跟他們協商 剛剛報告你看衛生署一套 經濟部又一套 你黃報紙都不知道 有的我向您報告 我們在這個消理期的案件是全程這個進入 而不但是跟兩個縣政府 也跟當地的村里長協商 也跟農堂各方多協商 我們如果不是這樣進去的話 不會像現在這樣的平和到的一個狀態 但後面還需要更多的努力 署長你馬上要做環境資源部的這個首長了嗎 你自來水公司跟水利局也都全部要在你 在你的管轄之內 這個我還是要說 不叫你做是謝天謝地 像那個黃支部 黃支部怎麼樣 不叫你做的話是謝天謝地 你不要做是吧 意思是你不要做是吧 你不要通過這個部會 那是一個高難度的部會 沒有人會去爭取說我要去做 會爭取你要給他最大的配付 我想馬英九一定會請你做 因為你做得太好都不聯絡 謝謝